明正道 靠做圣灵的帮助 我们与保罗继续在风雨中前进 我们看《使徒寻传》的28章 上回我们看到保罗到达了罗马 而且圣经是这样介绍的说 这样到达了罗马 这样是怎样到达呢 圣经这样的记录也很有趣 这样就到达了罗马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样到达罗马是经历千辛万苦 甚至生死存亡 生死关口才到达的 然后我们看到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 很热情地走了六十多公里的路 到罗马的郊外 六十多公里的路 来见保罗 来迎接保罗 然后保罗进了罗马城 就是罗马市区了 中心了 保罗就请了当地的犹太首领领袖们 来沟通 来讲解他为什么要上高该撒 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但是我们发现到 犹太的领袖们 对保罗的召议 他们之间的这种 法庭上的诉讼 他们没什么兴趣 有一件事他们很有兴趣的 那是什么呢 他们就问保罗说 你们这个教门 你这个教门 到处都被人家诽谤 你能不能够给我们讲解一下 原来他对神的教会 使徒的教会 包括使徒们传的信仰 很有兴趣 有兴趣是因为 他们要晓得 为什么这个神的教会 这间神的教会 到处被诽谤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那我们今天 真耶稣教会 也应该是这样的情绪 因为我们是传承 使徒的教会 一样是到处被诽谤的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知道 这间神耶稣教会 还没被诽谤之前 使徒教会 已经很早之前 就被诽谤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 我们今天 真耶稣教会的圣灵 到处都被诽谤 今天真耶稣教会 得到圣灵 但是你不要忘记 在使徒时代 五神节圣灵 第一天降临 就已经被诽谤了 不是现在才被诽谤 知道吗 五神节圣灵 这样的那一天 就被诽谤了 圣灵就已经被诽谤了 反正就是 神的教会 都会被诽谤的 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大家弟兄姐妹 要心里 要明白这件事情 那我们今天 进入到23节开始 使徒行传28章的 23节开始到27节 Acts 28 verses 23 to 29 Verse 23 So when they had appointed him a day many came to him at his lodging to whom he explained and solemnly testified of the kingdom of God persuading them concerning Jesus from both the law of Moses and the prophets from morning to evening Verse 24 And some were persuaded by the things which were spoken and some disbelieved 25 So when they did not agree among themselves they departed after Paul had said one word The Holy Spirit spoke rightly through Isaiah the prophet to our fathers 26 Saying Go to these people and say Hearing you will hear and you shall not understand And seeing you will see but not perceive Verse 27 For the hearts of these people have grown dull Their ears are hard of hearing and their eyes have been closed Lest they should see with their eyes and hear with their ears Lest they should understand with their hearts and turn so that I should heal them Verse 28 Therefore let it be known to you that the salvation of God has been sent to the Gentiles and they will hear it Verse 29 And when he had said these words the Jews departed and had a great dispute among themselves 好 那22节说 这些犹太的首领们 想听听神的教会 为什么会常常被毁霸 Verse 22 tells us These elders of the Jews wanted to know why this sect or the church has been spoken against everywhere 保罗就跟他23节 就看到他们 约定了日子 约定日子来讲解 那么到了那个日子 就有许多人 到保罗的义所来 那保罗就开始 讲解真神的教会 这间神的教会 为什么到处被毁霸 那从保罗的传讲 跟讲解当中 我们注意看 他的五个中 From the testimony of Paul let us see the five points 第一 从早到晚 对他们讲论 从早到晚 保罗都没有休息 也等于说 从早到晚 都有人来听 他都趁这个机会 把握机会 跟他们传讲 In other words from morning until evening there were people who came to listen to him 传福音 无论是早上 还是晚上 都一直在讲 反正有人来听 就讲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保罗在讲什么呢 早晚在讲 在讲什么呢 这里说 保罗对他们讲论 耶稣的事 对他们讲论 耶稣的事 第三点 来证明神国的道理 第四点 保罗还引圣经 摩西 立法 与先知书 来讲解 神的福音 神的教会 那到第五个重点 这是包括教导 跟劝联 保罗怎样 来讲解福音 怎样传福音 请注意 第一是早晚 第二讲论这事 就是指耶稣的事 再来 就证明神国的道理 第四 引圣经 摩西立法 跟先知书 来讲解 来引证 就是要根据圣经 到最后 还是继续地教导 跟劝联 那保罗这样的传福音 结果有信的 也有不信的 二十四节 用耶稣的事来劝勉他们 结果有信的 也有不信的 这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情形 那感觉呢 再看下去呢 感觉不信的 比较多 信的 比较少 所以保罗才会 责备他们 说这些百姓 这些听众 这些百姓 来听的人 心动猛了油 结果保罗就说 这个救人 就要转向外邦 从这里我们看到 保罗在罗马 传了福音 最后呢 布道会的最后的情景呢 是吵架收藏的 因为这里说 他们彼此不和 已经不和了 听不下去 也那么就分散了 就散了 那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不欢而散 然后最后以责备 以吵架来收藏 因为为善之前 保罗说了一句话 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 来责备他们 就很不客气地 责备他们 我们今天说骂他们 我们今天常常讲的骂他们 今天的信徒很喜欢用这句话 传道在骂人 传道讲道在骂人 就是这样 就用你们的话来讲 保罗用神的话来骂他们 应该是说 责备他们 这样比较好 那主耶稣 这些圣经是在 以赛亚书六章 九到十节的话 因为当时的百姓 也是不听 以赛亚先知 就引用这计划 来责备他们 那到主耶稣 传呼应的时候 主耶稣也 曾经用过 这一段 一模一样的 这段圣经 来责备 当时的人 那么这里 有三个重点 这百姓游蒙了心 你的心 心的问题 心被游蒙做了 接受不了神的道 神的道也听不进去 耶稣讲的道也听不进去 跟着第二个问题 就是耳朵发成 耳朵的问题 耳朵听不进去 神的话 只喜欢听那些 似是而非的道理 圣灵预言说 将来他们 焉耳不听神的道 焉耳不听 纯正的道理 他们不听 那么我们的耳朵 真的有问题 第三个问题 就是眼睛的问题 眼睛闭坐 眼睛瞎了 没有张开 我的眼睛 所以看不见 就是老底家教会的问题 眼瞎了 要买眼药水来医治 当时在旧业 以赛亚这样的 用这段圣经 责备他们 主耶稣时代 也用这段圣经 责备他们 到保罗时代 保罗最后 也用这段圣经 责备他们 那你看到 这节目的重点 是什么吗 问题在哪里 心的问题 耳朵的问题 还有眼睛的问题 今天的信徒 会不会也是这样 心啊 心 没有一个心 来真正的敬拜 来接受到 他们不会是这样 整天听听 听都听不进去 听也听不明白 耳朵听到道理 一开始讲道理 就要睡觉了 一开始讲道理 就觉得很烦 一开始讲道 翻证经 就很想离开 如果团队在讲笑话 那就OK啦 就不会离开 就不会打课书 或者团队讲故事 讲见证 也不会睡觉 但是一讲道理 就没兴趣 是不是我们的耳朵 我们的耳朵 真的出问题 这里讲的 就是耳朵发尘 最后一个就是眼睛 看不见 看不对你神 看不对你听 看到的就是世界 看到的就是 勇华富贵 看到的就是 那些是是非非 老李安安脏脏的东西 都看着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都看得很清楚 主耶稣有一个心愿说 若是恐怕眼睛看见 意思说 若是眼睛能看见 耳朵能听见 心里能够明白 可以转过来 主耶稣说 我会医治他们 若是 主耶稣在等我们 什么时候 心里能够明白过来 什么时候耳朵能够听见 什么时候眼睛能够看见 那我们来看这个28节 28节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愿 传道在这里 把第一个小主题叫做超越时间的意愿 二十八节有分两个时段的外邦人 外邦人有分两个不同时段的外邦人 28节 所以你们当知道 到底我们应当知道什么 第一 应当知道神这个救恩 已经传给外邦人了 已经传给外邦人了 就是指使徒时代 从耶路撒冷圣灵降临开始 传到罗马 传到今天 已经传开了 也已经传给外邦人了 他们也已经接受了 这是第一个阶段的外邦人 我们中文圣经和贺本 这里说如今传给外邦人 所以看不到这个问题 那很多的翻译本都说 已经传了 已经接受了 已经传了 已经接受了 好 请注意 这是使徒时代的 第一个时段的外邦人 已经接受复印 跟着 接下去 第二段话 他们也必听从 请问他们也必听从 他们是指谁呀 这个他们是指谁 前面的那些外邦人 已经接受了 已经听了 已经接受了 已经传了 the first part of these Gentiles they have already accepted the gospel 原来 原来 这种工作 来议员的 这就是这个 末世晚与圣灵 就是我们今天 正耶稣教会的出现 我们今天 末世晚与圣灵的建立的教会 所传的福音 外邦人 这里说 外邦人也会听受 就像当时的 就像当时的 使徒时代的外邦人这样 也会接受 所以看到吗 28节有分两个时段 一个时段是 使徒时代的外邦人 已经接受 在预言 第二个阶段的外邦人 也会接受 那是使玩与圣灵的时代 正耶稣教会的时代 so verse 28 it refers to two periods of Gentiles the first period of the Gentiles is during the apostolic period where they have received the gospel and they have really accepted it and the second period of the Gentiles refers to our time during the latter period latter reign we have there are also Gentiles today who will also hear the gospel 所以28节一开始 保罗就说 所以你们应当知道 到底知道什么 你们要知道 这两个时段 这两个 这个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意愿 圣灵的 到末后 还以圣灵的工作 that is why at the beginning of verse 28 Paul said let it be known to you and what is it that we should know we should know clearly the works of the Holy Spirit during the apostolic period and today during the latter ring 简单地说 这一句话里面 包含了 早已圣灵的工作 使徒实在 也包含了 晚已圣灵的工作 末世时代 两个时代 in other words this would include the work of the early reign during the apostolic period and the work of the latter ring during our church today 所以保罗说 你们应当知道 第一 应当知道 这个救恩 已经传给外邦人 此度实在的外邦人 已经 That is why Paul said let it be known to you that this salvation of God has been sent and preached to the Gentiles 第二 你们应当知道 他们将来的 管理圣灵的 真教会 也必接受 听了而接受 and secondly that they will also hear the Gentiles of the latter ring period will also accept and hear these words of the gospel 这个超时代的意言 有关魔鬼 被捆绑一千年的事情 and this period that transcends time that also includes the period where the devil was bound for one thousand years 管理圣灵的外邦人 我们就是外邦人 管理圣灵的外邦人 也一样会接受福音 那是因为 魔鬼被困绑一千年 The Gentiles of the latter ring period will also accept the gospel becaus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devil will be bound for one thousand years 叫做困魔时期 困绑魔鬼的时期 也就是真教会的时期 管理圣灵 工作建立教会的时期 This is the period where the devil will be bound and this is the period where the true Jesus church will be established 就是真教会 在传不赢的时期 就是现在 This is the period where the gospel of the true church will be preached 也是建立神国的时期 就是现在 This is also the time where the kingdom of God will be established 所以我们处在 这个末世时期的 外邦人 保罗说 我们也被听从 我们也被听从 就是他们也被听从 就是我 That is to say we Gentiles who are living in the last days we will also hear this gospel 那简单说 使徒时代的复营工作 告一段落 暂停了 告一段落 结束了 In other words the work of the gospel during the apostolic period has come to this stop 于是要到 完以圣灵降临 使徒时代的复营工作 才会继续的延伸下来 继续的开展下来 Right until the time of the lettering then the work of the gospel will be continued 使徒时代的復活 是告一段落 或者暂停 不是接触 知道吗 再告一段落 或者暂停 因为它还要 等到 等到 1900多年后 真耶稣教会出现的时候 又要继续下去 要继续下去 The gospel during the apostolic period will only come to a temporary halt it will only cease for a while and it will continue again during the lettering period when it will continue all the way 不过 完以圣灵的时期的复营工作 不再是使徒 因为使徒都去世 都不再了 接下来的 就是我们今天真教会的 教给 耶稣 透过给真耶稣教会 So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during the lettering period will no longer be undertaken by the apostles because they have all died but it will be undertaken by us today in our true 借着真教会 真耶稣教会 来完成使徒教会 未完成的功夫 It is true that through Jesus Christ that the apostolic work will be continued and be completed 所以 使徒 我们看到 28章的时候 使徒行传 是没有接触的 知道吗 你看到到最后的时候 也是没有接触的 到20 30一节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了 但是你看不到 接触的 因为使徒教会的根 使徒教会的真理的根 真教会的根 真神教会的根 要留到 一久一期的末世 真教会的出现 要留到那个时候 所以大家要明白 28节的 这个超时代的预言 有包括 早与圣灵的工作 以及晚与圣灵的工作 包括使徒教会 跟包括 末世神耶稣教会 这都在 28节 这一节里面 所以末世神教会出现的时候 继续使徒教会的时候 所耶稣先把魔鬼绑起来 让他不再迷惑 列国 不要再受到迷惑 这个大迷惑 这样真教会才可以 有效地 快速地 就能够传福音 好 我们接下来去看 29节 保罗说了这个话 犹太人就议论纷纷地走掉了 就散掉了 就不再听了 那么有一些翻译本说 他们之间起了 极烈的争论 非常极烈的争论 那使徒时代的福音 最后是以吵架的形式 很激烈的争吵 激烈的争论 来结束 不过请你注意 这种激烈的争吵 争吵分散 是指对犹太人 传福音的情景来讲 对犹太人来讲 不是对外邦人 外邦人没有这样吵架 这样接触 没有 所以有些同工说 你看 持足教会 应该到最后 就是吵架 然后分散 没有人要信 那以后 这些语书教会 应该也是这样子 有些传道 是这样解释的 我开始也是这样相信的 后来一直在安静地思考 有点不对 这里说的吵架接触 分开了 吵架了 不接受了 那是指犹太人 你知道吗 不是指外邦人 是犹太人拒绝 不是外邦人拒绝 保罗是这边那些犹太人 不是这边那些外邦人 不是 因为你看下去 三十节 三十一节 保罗继续对外邦人 传福音都借待他们 还是有人来听 而且最后三七节 还讲没有人禁止 没有阻挡 所以我感受到 二十九节 这里 应该只是 专止犹太人而讲 你不能够把外邦人给加进来 因为外邦人还是接受的 还是听的 甚至一致圣灵预言 到末世 完以圣灵的降雨的时候 外邦人 他们也必要听头 还是继续听 只是犹太人 到现在还不听 完以圣灵出现了 神教会出现了 犹太人还是不听 那个是指犹太人 简单说 那犹太人 在这个二十九节这里 拒绝了保罗的天国国运 就一直到今天 到今天都还没有信耶稣 按你说的有一些犹太人 也信耶稣 那个是个人 少数的 那个是个人的 不是全体的犹太人 接受耶稣 所以我再次强调 亲爱的兄姐妹 这里的福音 最后是以吵架 结束 吵架来分开 那是指犹太 他们拒绝福音 不是指外邦的 那么犹太人 什么时候 会信耶稣 接受耶稣呢 那么这个就是要讲到 犹太人最后得救的 这个问题 他们会不会接受耶稣呢 他们会不会相信耶稣呢 会的 因为这是神的工作 神的计划 也就是福音 救赎工作的 最后最后的工作 就是犹太人的救 不过到今天 都还没有看到 因为 福音 救赎工作 还没有到最后的 最后还没有 到最后的时候 神就 最后的福音工作 救了外邦人过后 最后的福音工作 就是救以色列人 如果有时间 传道在讲 这个犹太人得救的问题 让他补充一下 我怕讲讲 去讲不完 我说今天是最后一堂 我们把犹太人得救 什么时候信耶稣 什么时候得救 先放在一边 其实我们应该要知道的 因为这有关注到 这里说犹太人拒绝 但是有关注到 他们最后要得救 应该也要分享的 其实 但是你没有看到 从保罗时代 在29、28、29节 他们就拒绝到今天 今天都已经两千多年了 拒绝了两千多年 还没有信耶稣 要看30跟31节 先签住30节 这里说保罗在罗马 传道住住两年 那是在他自己 所租的房子里 不是在监牢里面 那应该就说 在他租的房子 就是他的家 他当时 他租的房子 他的家 那应该就是 自己租的房子 但就是自己出钱 那保罗常常是这样 出钱出力地 来传福音 那应该也有一些 弟兄姐妹来支持他 来帮助他 讲到这里 我想起我们 郑耶稣教会 出席的工人 大部分都是这样 自己出钱出力 传福音 在我们马来西 有位老工人 他的太太 去替人家 洗衣服 或者去替人家 看顾孩子 那么这个 老工人 他的丈夫 就全自地 去传福音 那教会没有 给他薪水 当时教会 也没有需要 请传道 也没有需要 来放下工作 去传福音 然后教会 给你钱 没有这样的规定 也没有这样的 想法 可是他就是 自己自愿地 全自当传道工人 家里交给太太 吃饭 生活 太太去做工 帮人家洗衣服 又雇孩子 又做很多 其其他的工作 维持家庭 很辛苦 所以孩子都很辛苦 很贫穷 所以有一个早上工作人 在那时候 教会没有支持他 但他的妻子 就要工作 去洗衣服 去保护其他人的孩子 所以 也没有说 给多少钱 多少钱 今天如果要讲 给多少钱才出来的 你就不用出来 你多想一下 以前的那些传道工人吧 这些都是美好的见证 也是我们 新一代传道人的学习 要学习的榜样 要纪念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讲到这里呢 因为我这里讲到 保罗自己租的房子 那自己租的 那就要自己出钱 你自己租的 他不是教会租给你的 知道吗 他这样做 也是为了复营的方便 复营的工作 住住两年 虽然是被囚两年 其实也却是自由的 虽然是被捆索的两年 但是也是复营寡传的 虽然是犯难困索的两年 却也是安静写书的 他在这个罗马监狱里面 这个两年里面 他写了五本圣经书 知道吗 比护所书 菲利比书 哥罗西书 菲利门书 还有提摩 最后的一本是提摩太后书 这些都是在 罗马监狱里面 两年里面写的 所以说虽然是 犯难困索的两年 却也是他安静写书的 看似是很清闲的两年 却是很忙忙碌碌 很充实的两年 这里说凡来见他的人 他全部都接待 你知道他接待谁吗 你知道谁来见他吗 这里说凡来的 不管是谁来见他的 他都接待 你知道是谁吗 肯定除了罗马的信徒 跟那些要听不赢的人 除了他们 那圣经有记录的 就是路加 还有这个亚里谷的 一路陪伴他 还有就是 推击骨 推击骨 保罗托他送信到以赋所 叫他送信到以赋所 还有就是 我们很熟悉的 提摩太 也来罗马来见他 还有一个工人 叫做以巴伯 特别从菲利比 来看保罗 甚至还带了一些监管 教会的那些奉献 来给保罗 来帮助保罗 还有那个逃跑的 那个奴隶 阿尼西姆 那个是一个 奴隶逃跑的 那带保罗的带领下 他来信徒 后来他留下来 在罗马 富士保罗 照顾保罗 那还有谁呢 还有马可 我们常常做 他不喜欢马可 马可跟他分开 后来马可也到罗马 去见保罗 去看保罗 还有刘士都 英文叫什么 刘士都 没关系吧 还有 迪玛也来过 迪玛那时还没有 离开 复印公主 但是一直到保罗 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 说 迪玛已经离开 已经离开 这个复印的岗位了 传道的岗位了 总之我们这里讲的 这些保罗的同工 圣经里面 常看的的人物 都到罗马 去见保罗 你像保罗 多高兴 多安慰 从很远的地方 去见他 你特地去见保罗的 这一群刚才所看到的 除了迪玛 后来离开 全部都是 忠心的仆人 全部都是 爱主忠心的仆人来的 都是保罗的好同工 全部都是 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 我们看三十一节 这里三十一节说 保罗放胆 讲论神国的事 从开始的第一章 到最后的一节 都是讲论神国的事 讲论神国的道 你注意看 第一章第三节 是主耶稣 亲自讲神国的事 到最后的时候 是我们替主耶稣 传讲神国的事 我们替耶稣讲 因为主耶稣已经讲神国的事 将神国的事 托付我们 交给我们来讲 这里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很特别的地方 第一章第三节是 耶稣亲自讲神国的事 到最后一节的时候 换成我们来替耶稣 讲神国的事 接下去说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 来教导人 那使徒行传有两个重点 使徒行传的第一个重点 就是传讲 一直传 一直讲 传讲 特别是指 对外邦人传呼应 外外邦传呼应 传讲 那另一个 使徒行传的另一个特点 重点就是 教导 教导特别是指 对内的牧养 是吗 你看二二三十一节 前面是讲 放胆讲论 讲论就是传讲 讲论神国的事 在讲 在讲 那接下来就是在教导了 接下来就说教导了 所以这个是 祖独行传整个重点 两个重点 也就是我们今天 真耶稣教会的两大使命来的 真耶稣教会第一大使命 就是传扬神的福音 得救的天国福音 传讲 不断地传讲 那真教会的另一个使命呢 第二个使命就是教导 特别是指 对内牧养 对内的教导 不断地教导 常常地教导 当时的使徒教会也是这样 对外传讲 对内教导 今天的真教会 也是这样 虽然现在信徒 对纯正道理很厌烦 不喜欢听 但是还是要继续地 对内教导 继续要教导 这样他们很厌烦的道理 要继续地教导 继续地传讲 那么第三个重点 这里说 并没有人禁止 有没有 没有人禁止 这个并没有人禁止 这句话呢 是告诉我们 尺独行传根本没有结束 传扬福音 教导福音 没有人禁止 没有人禁止 就是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 因为有许多传道人 许多弟兄者 在不断地继续在做 使徒传福音的工作 到今天 使徒行传的福音 不断地在见证 不断地在写下去 不断地这样借下去 这个是使徒行传最后 很奇妙的地方 一个很特色的 没有结束的 每一本书信 都有结束的 就是使徒行传 没有结束的 因为刚才圣灵就已经预言了 他还要留到 到末世 丸与圣灵的时候 要继续地传讲 要不断地传下去 那我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们来看保罗在 罗马的成功 传福音的成功点在哪里呢 跟大家分享一两个 他在罗马的时候 包括罗马军团 那些军队的军团 一赢全军的人信主 全军的人信主 那不得了 我们怎么知道 圣经有这样讲吗 你看这个 菲利比书第一章 保罗在罗马 在尖导的时候 写信的时候 就提起这个事 他说 罗马军园的人 都信主 全军的人信主 这是了不起的 这个成就 很大的 很成功的 复印工作 罗马军团 大部分都是罗马人 我们看 菲利比书一章 12到13节 弟兄们 我愿意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事 是更加福音兴旺 我虽然被捆绑 但是福音没有被阻挡 反而我所遭遇的事情 反而更加福音兴旺 看到吗 十二节 13节 13节 以至我受的捆锁 就是被捆绑 在义营全军 和其余的人中 已经显明 视为基督的缘故 一文有吗 义营全军 还有其他的人 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 广云全军 不是普通军人 知道吗 义营全军 就是王帝的 就是 一灵军 保护王帝的 王族的军 王帝的军队 甚至这个王帝 的家族 也有人信主 王帝的家庭成员 也有人信主 请看这个 福利比书 4章22节 22节 众圣徒都问你们安 在该撒 该撒是王帝 罗马王帝 在该撒是家里的人 家里的人 就是该撒家里的人 特特地问你们 他们信主 成为一家人 你在述诗诗上 看不到这种成就 看不到 使徒行断 但是你看 一律比如说 你看到原来 保护两年 在罗马的工作 神很同工 罗马全云的 王帝的军队都信主 还有凯撒的家庭成员 王帝的家人 也信主 这个福音在罗马 达了很伟大的胜利 一个被坐牢的人 被捆锁的人 他的福音工作 有这么大的成就 根本就没 根本比我们 没有捆绑的人 来得更成功 那保罗提出 这些人信主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要硬要他自己吗 当然不是 他为什么特别列出 这些军团来信主 这些 王帝的家人信主 因为大家都认为 你被求了 你被绑了 那福音就不能传了 福音就受阻挡了 大家都这样认为的 那保罗写信说 不是的 不是的 没有被捆绑 福音没有被捆绑 所以我们看回 菲利比书一章 看回一章 12节 大家都认为 福音已经捆绑了 因为保罗被捆绑了 12节说 弟兄们 我愿意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事 不是被阻挡 更是叫福音兴旺 你看到吗 更加兴旺 这是很奇妙的地方来的 不单只是这样 许多弟兄姐妹 不但没有因为 保罗被困难 而灰心 没有 反而他们更堵信不疑 亦发放胆 传讲神的道理 影响到其他弟兄姐妹的 信心更加强大 我们怎么知道呢 你看十四节 你看十四节 并且十四节 并且那在主耶稣里面的弟兄 多半因为我的困索 就堵信不疑 然后亦发放胆 传讲神的道理 没有既怕的 看到吗 保罗他为什么把这些写下来 他就要见证 很多人误解了 以为神的福音被捆绑 他说不是的 甚至其他弟兄姐妹 也因为这件事情 更加的热心 更加的坚定 更加的放胆 传使得到 没有怕 这就是主耶稣讲的 胜了又要胜 是另一个胜利 胜了又要胜 哈利路亚 我们应该 应该也还有很多话要讲的 最后一章 我想大概到这里就够了 也讲了将近一年 九个月 也讲了九个月 我也谢谢弟兄姐妹 这么热心的 这么用心的来听讲 这么谦卑的来听讲 I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to humbly listen to this Act of the Apostles 愿耶稣祝福你们 圣灵与你们同在 在你们在看 十多行传的时候 看得更多 更深入 更明白 更有造就 那关于犹太人 要得救的是 以后有机会再讲 那是另一个主题 但是我们看到 自从从二十八章的 二十九节那边 拒绝离开了保罗 不再听保罗讲福音 一直到今天 都没有再接受 一直到今天 什么时候会接受呢 那几乎就是 主耶稣要来的那一天 基督 那外邦的福音 的门关 因为得救的 外邦人的树木 满了 福音的门关 他们那时 才来说要信主 因为圣经说 外邦得救的树木 满了 满了就是 救恩给外邦人的工作 接受 最后才到 以色列人 可能就个问题 那看起来 到目前还是 不会接受耶稣 那我们来唱诗 279首 279